数千名示威者在南非博矿附近集会 抗议警方星期四向罢工矿工开火 导致34人死亡 示威民众星期六高唱歌曲并呼喊口号 同时演讲者在约翰尼斯堡西北方 马瑞康纳市镇向群众讲话 当局继续调查星期四的枪击事件 国家警察总监费爷家说 他的部下是出于自卫而向罢工矿工开火的 他星期五晚上说 警方在遭到拥有危险武器装备的 罢工矿工袭击后才使用武力来自卫 有78人在这次事件中受伤 200多人被捕